部落健康营造从2000年开始进行 目前分布在12个县市 总共有52个营造中心 但过去并没有进行教育训练 因此在对文化的不熟悉下 计划的撰写或跟部落沟通的过程当中 常有冲突产生 台湾原住民医学会跟卫福部合作 举办原住民文化敏感度的教育训练 像目前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 所碰到困难就是说 这个老人家讲的这样的意思 跟我们这样想的意思 到底是不是一样 所以有时候在做的时候 会碰到一些瓶颈在 更能够和族人然后打成一片 然后更知道说朝着健康 还有有序的经营模式 然后去帮助他们 第一堂课程讨论原汉关系 台湾原住民医学会常务理事日洪玉表示 希望可以完整呈现原住民族史观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史观的这样子的一个陈述 能够先让我们的学员们能够了解到 事实上原汉之间的这样子关系的这个冲突 它其实是过去不断的在被重复 那可能我们的学员也正好在重复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过程 所以我想这样子可以增加我们学员在学习上面的这个动机 还有他们对接下来的课程上面的一些理解 这是台湾原住民医学会首次访造加拿大哥伦比亚省 对医事人员进行原住民文化敏感度的课程 从建立原住民族史观开始 带出原汉文化的差异 政策执行上的安全等等问题 而课程中也邀请泰雅族的女婿 分享自己与族人互动的过程 希望让学员了解到从汉人的角度 认识原住民族可能产生了疑问 最重要的是如何化解 因为不认识而产生了误解 我很理解说那在场的很多 尤其是台湾一般的民众 其实固于原住民的认识其实是有限的 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 从个人亲身经历开始 然后去介绍到整个台湾的社会 怎么样去理解原住民 那有什么样的不足的部分 学者建议第一线承办部落 健康营造的人员 不用急着想传达一些政策宣导 应该要先从认识文化开始 后续提供健康协助的时候 才能得到更适当的做法 提供有效的健康营造成果 记者SIDAN 把号新北市淡水采访报导